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欧洲人为什么要送给中国这样一个称呼呢 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秘密 传奇的丝绸之路又是如何将东西方文明巧妙联系在一起的呢 百家想谈特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 为我们细数古今中外关于中国的各种称谓及其来源取义 系列节目国之名称第八集 思国敬请关注 我们这一讲要讨论的塞里斯 汉译一般写着塞里斯 那么作为欧洲人对我们中国的称谓 那么它的来源虽然也有很多的说法 比方说禅说 齐说 锦说 苏勒说 以及蜀国说等等 但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 那么塞里斯的意思是思国 那么学者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 我们看世界各种语言当中 那么斯这个字的首个音节 都和汉语的斯字读音非常的近词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些语言中的斯字 应该都来源于汉语的斯字 那么域外既然把中国称为斯国 又把斯这种东西的读音 读作汉语的斯字 那么这形象的说明了 中国的斯和丝绸 对于世界文明的广泛的影响 那么 中国凭什么会称为斯国呢 首先 中国本来是世界上面最早饲养家产 和制造斯国的国家 那么我们知道 医师住行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 世界上面各个地方都有反殖业 但是有趣的是呢 四种最为主要和普遍的 反殖的纤维材料 那么对应着四大文明古古 比如说古埃及对应的是亚麻 古印度对应的是棉花 古巴比伦对应的是羊毛 而古中国对应的是蚕丝 那么大约就近七千年前 我们中国已经开始养残之丝了 那么这笔西方的养残之丝的历史 要早了五千多年 这是第一点 我们中国本来是世界上唯一 饲养家产和制造私部的国家 那么其次 中国很早就生产出了最好的四制品 我们组个例子 1972年 在蚕杀马文堆汉墓 出土了一件速杀单衣 那么这件速杀单衣呢 总共的肉尿 是2.6个平凡米 多重呢 49克 真可以说是薄如蚕衣 轻弱烟雾 那么充分地体现了西汉 私职业的工艺水平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 蚕杀文化和至关重要的丝绸禁忌 我们知道蚕是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动物 那么蚕的一生 要经过卵 幼虫 然后呢 蚕 成虫 四个阶段 那么在中国古人看呢 卵是生命的源头 卵孵化成幼虫 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蚕 那么象征着生命的诞生 那么蚕可以看作是原生命的死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穆赞 喜欢隋赞慕容 离荣 世界上原意了应该就和残荣 那么至于残荣的化额飞翔 那么解释就更多了 象征着人的灵魂自由升天 或者身体的羽化成仙 所以我们看啊 中国古人习惯用私之物来包裹尸体 那么这等于把逝者做成那个人为的简字 所以我们一个成语啊 这个作简自负啊 实际上这个成语 它本来的意思是说 作简自负有助于逝者的灵魂升天 或者身体的羽化 那么简而言之呢 我们的古人曾卵 幼虫 冗 沉虫这个过程中间 他联系起来 思考了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 也就是生死和重生 那么以这个为基础 我们发展出了很多 跟残有关的神秘文化 那么随之我们知道 残 那以为生的是三 就是三术 三术因此也变得十分的神圣 比方说在中国古代 就有男女优惠于三宁 然后祭神求子的习俗 至于丝绸经济 在中国古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那就更不言而喻了 比方说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中间 有专门的三田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中间 有专门的这个捐税 就四肢无一种叫捐 那么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中间 有的时候还有丝绸货币 那么古时候的人家 常在樊前屋后 种植三术和紫术 种三术当然是为了养残 种子术呢 子墓适合于制作家具 所以三子成了故乡的代名词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中国的丝绸不仅供应类师 而且大量的出口世界隔离 那么归纳一下 既然养残这丝 以我们中国最早最好 而且长期为一 那么中国又拥有丰富的 残三文化和重要的丝绸经济 那么称中国为私国 就可以说是名符其实了 古代的中国政府 是严禁三术和残种出口 那么植三 养残 烧丝的技术 也是严格对外保密 这是可以理解的原因 控制四处贸易嘛 获取一定的利润 但是呢 毕竟啊 反不胜反 种子还是流失了 技术呢 也还是泄密了 那么至于有关的过程 我见到了三种版本的不同记载 那么第一种版本 关于中国的三种和残种 外流的记载的第一种版本 鉴于公元六世纪中叶 希腊历史学家 波罗科皮斯的这个记载 那么这记载里面说呢 有几位印度僧人 抵达了君斯坦宁堡 也就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那么觐见东罗马皇帝扎斯丁尼 扎斯丁尼是526年到565年在位 正好是六十几的中期 那么先给皇帝呢 普及了一番斯的禅史 怎么说的呢 说啊 禅斯者来一种崇业 扎斯丁尼环帝可能还不知道 禅斯者来一种崇业 斯之口中天然透出 不须忍逆 欲诱其国许崇 这罗马断无可乐 然有法可孵化之也 那么这几个印度僧人又说 他们曾经住在塞里斯国 还把残种秘密地带回了印度 只要皇帝肯付出巨额的报酬 他们可以把残种取来 那么这样呢 东罗马帝国就不必再从波斯人 或者其他国家和民族赖里 花费巨资来购买私货 那么扎斯丁尼环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于是这几位僧人回到印度 取来残种 并且教会了罗马人 掩残这丝的技术 这是第一种进展 印度僧人 把这个残种 间接地输入了东罗马帝国 那么第二种版本 鉴于公元七世纪初 东罗马历史学家 蒂尔范内斯的记载 同样是说 东罗马皇帝 还帝扎斯丁尼在位的时候 有位曾经住在塞里斯国的波斯人 把几个残结 密残在竹子做成的手栈里 然后成功地蒙混出关 来到了军斯坦丁堡 然后传授了罗马人 掩残这四的方法 这是第二种计则 那么第三种版本 鉴于公元七世纪中叶 谈生贤赞的大谈西域记 书中说呢 在现在我们中国的新疆和田一带 古代有个国家叫除撒旦纳国 那么这个除国的国王呢 听说东国有三残 那么就派死者前去求取 那么但是东国的国军呢 秘而不赐 不仅保密 而且不给 延迟官房 跟这个海关 跟边疆的官房 都强调 武令三残种出演 不要让这个三残 和残种流出去 那么这个除国的国王呢 没有取得这个三残怎么办呢 于是他又换了个方法 改变了策略 转向东国求婚 那么东国国军嘛 当然有怀远之之 于是呢就答应了下来 到了迎娶公主的时候 楚国的专使对公主说 说我国啊 肃无思绵 三残之种 可以持来 自为善夫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国家 就是楚沙丹那国 说我们没有这个四面 这三残的种子 你可以自己带过来 然后做衣服 你如果不带过来 你以后就没有这种衣服穿 这公主想想也有道理啊 于是就偷偷地准备了 一些三残的种子 藏在自己戴的帽子的里层 那么等到出关的时候 官房的官兵到处都搜遍了 唯独公主的帽子 没有人敢搜 这样三残和家残的种子 就被带到了楚沙丹那国 留在这个完成东南五六里路 一个叫陆舍的地方 然后嘛 当然就开始种三残 养残不出几年呢 这一块就三残成荫 残宝遍地了 那么楚国的王妃 也就是东国的公主 还刻实颁布了 保护残三的建立 并且在陆舍建立了寺院 供养残神 那么玄战取经的时候 曾经参议过陆舍寺 还亲眼见到了几株 最早的枯老的三残 那么值得强调的是呢 以上三种版本的记载 尽管存在很多的不同 所印证的死实 却是一样的 那就是在直接或者间接 传播到意外之前 三残 家残 以及养残 烧丝的方法 本是中国独有的 因为这些记载里的赛利斯 就是西方语文中 对我们中国的他称 而东国 我们在China来讲中间 已经解释过了 是印度 以及佛教文献中 对我们中国的称呼 是从赛利斯国 或者东国传出 而赛利斯国和东国 就是我们中国 那么另外呢 我们通过上面 这三个有趣的故事 还能够感到 在域外 甚至在中国的西域边疆 丝是神秘的东西 丝绸是贵重的商品 其实正是因为 丝的神秘和丝绸的贵重 所以边疆和域外 才会滋滋以求 想翻设法地想得到 也才有了我们中国的 又一个域外的他称 SERIS 尝词神秘 因为技术保密 丝绸很贵 因为贸易的艰难 贸易的艰难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 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 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古罗马国 那么包括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 那么先是罗马人最初见识四支品 竟然是源于一次刻铺铭心的惨败的战域 那么公元前53年 罗马执政官克拉苏 率领着七个军团 大约四万人 沙县东方 那在今天西亚的沙漠的深处 这支罗马军队陷入了安息人的重重包围当中 到了决战的那天 石丹正午的时候 安息人突然展开了丝绸制成的彩色军旗 拼命地摇晃 挥舞 那么这些军旗在阳观之下 耀眼刺目 罗马军队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呢 庆客之间惊欢失措 再加上罗马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 所以他们很快崩溃了 四万多人中间 两万多人正晚 一万多人被俘 克拉苏被杀 安息人大获全身 这就是著名的卡尔来战役 我们知道罗马军队的战斗力是非常厉害 这些是惨败 卡尔来战役 而这次惨败就和丝绸有关系 我们知道丝绸做旗子是非常合适的 丝绸做成的旗子在迎风之下是烈烈作响 但有趣的是 在这之后 罗马人很快熟悉了丝绸 并且也死用丝绸为时髦 那么丝绸在罗马上层社会的流行可谓相当迅速 以至于公元十四年 罗马元老院专门出台了禁令 禁止男性臣民穿着丝绸服装 而且对富人的使用也做出了种种限制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 这种丝绸的衣料过于昂贵 那么大量的消耗了罗马国库中的环金储备 但是有罗马死学家说 把国库都近乎掏空呢 另外一个方面 有的丝绸服装穿上去以后太过通透 好像裸体一般 穿得跟没穿差不多 友善社会的风化 然而尽管如此 习惯辉和无度 乐于展示人体美的罗马的男女 对于丝绸的喜好 仍然有增无解 罗马人后来又了解到了 这种漂亮的植物不是安息的 而是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家 塞里斯 罗马这个地方需求量太大了 不仅罗马 其实希腊也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原因 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 那么第二点 丝绸的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的距离遥远 那么丝绸是如何曾东方的塞里斯 来到了西方的国家 比方说罗马呢 这联系着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我们知道是 二十世纪以前沟通亚欧非大陆的 主要交通路线的统称 由于其中流通的大宗的山品 影响最大的山品是丝绸 所以名为丝绸之路 那么管义来说 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呢 是横贯亚欧大陆 北方草原地带的道路 又称草原之路 那么他从中国的华柏出发 约过隔壁沙漠到蒙古高原 然后再从这里穿过西伯利亚森林地带 以兰的广阔的草原 最后到达咸海 泥海 一直黑海 这是草原之路 最表面的 这是一条 那么第二类呢 是经过中亚沙漠地区中 点点绿洲的道路 又称绿洲之路 它以中国的陕西的关中为起点 经过河西走栏 然后再往西 穿过塔利木 沙漠 北面或者南面的通道 然后再约过帕米尔高原的 北面的通道 或者南面的通道 再西进到中亚 西亚 欧洲 乃至于北非 这是第二类丝绸之路 那么第三类丝绸之路呢 也称海上丝绸之路 它以中国的华南为出发点 经过东南亚 斯里兰卡 印度 而达到波斯湾 红海 那么这条道路呢 后来又称陶瓷之路 因为唐代以后 中国的陶瓷制品 大多经过这条海路 消满世界各地 这丝绸之路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概念 有北面的草原之路 有中间的 丽洲之路 还有南面的海上之路 这当然 在以上这三类道路中间 最惨用的道路 也是狭义的丝绸之路 还是我上面所说的 绿洲之路 绿洲之路的历史 非常的悠久 可能早在公元前六世纪 就基本贯通 注意啊 不是在汉武帝的时候 沾迁通西域以后贯通 其实早就贯通 中国的丝绸正是通过 这条绿洲之路 穿过满满的戈壁 越过无垠的沙漠 翻过高山 摊过大河 克服重重的地理障碍 流向中亚西亚欧洲 乃自白费的 然而另一方面 从起点陕西的关中 到终点地中海沿岸的 国家和城市 地理距离实在是遥远 比如今天如果我们驾车 从西安到罗马 不走什么弯路的话 车程也在 一万五千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想想在古代 马行驼运的时代 这样的距离意味着什么 简直不可想象 这是第二点 地理距离遥远 所以东西就贵了 那么第三点原因 也是非常关键的 丝绸贸易的中间环节 加价严重 从亚欧大陆 东端的中国 到西端的地中海沿岸 丝绸贸易 基本上不可能指导 这不仅是由于 地理距离的遥远 而且更是由于 各路中间山的利益考量 那些横跟在 中国和欧洲之间 各条丝绸之路上的 国家 民族 贩运者 那么通过层层加码 步步提价 过境抽税 垄断了丝绸贸易 获取了巨额利润 我们可以说 实际上在原产地中国 丝绸并不是特别贵 到了西方的罗马 希腊为什么就那么贵呢 关键在于中间山的体价 抽税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够明白了 一方面是中国方面 技术的封锁 一方面是贸易的艰难 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对于古代欧洲国家 比方说希腊罗马来说 一方面梦寐以求地喜欢丝绸 一方面丝绸又价比还金 一方面获得了稀有的丝绸 一方面又不知道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按照人的正常的心理 所谓昂贵的才是追求的 稀有的才是向往的 无知的才是疑惑的 正是在这样的追求向往和疑惑当中 希腊罗马等欧洲的文明古国 才把丝绸的来源地 那遥远而且神秘的东方国家称为 Seres 也就是丝国 那么又激进想象的 或者弃而不舍地探寻着 丝和丝国的秘密 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的苏里苏里 西方人的丝绸的认识的历史 很有趣 公元前一世纪 罗马诗人维吉尔 在他的田园诗里面写道 说塞里斯人 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 采集了非常纤细的羊毛 从树叶上采集了羊毛 再到公元前后的 希腊学者斯托拉波 在他的地理学中间写道 说由于气候酷热的原因 在某些树枝上 伸展出了羊毛 人们可以递用这种羊毛 制成漂亮而纤细的植物 这是公元前后 再稍微晚一点 到了公元一世纪 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 在他的博物志这本书中间 写下了一段 关于塞里斯国产丝和贸易的 著名的文字 这段文字非常有名 我们念一下 说塞里斯国临终产丝 持民与泪 丝生于树叶上 取出 师之以水 理之层丝 后制成锦绣文起 泛运至罗马 富豪贵族之富人交远 财产依附光辉夺目 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 故极其辛苦 塞里斯人主旨温厚 然少与人接触 贸易接待他人之来 绝不求受 罗马奢侈之风 由来见 至于今代 乃见凿通金山 远赴塞里斯国 以取意料 看来啊 到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希腊的弟弟学家 还以为 丝本是树上的羊毛 罗马的博物学家 还认为丝生于树叶上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公元二世纪中叶的时候 西方人对丝的认识 总算进步了一切 比如 希腊历史学家 鲍萨里亚斯 在希腊祭祀这本书里面说 说塞里斯人用之绸缎之丝 自非来自植物 另有他法以治之也 怎么知道呢 说其法如下 其国有宠 希腊人称之为塞尔 塞里斯人不称之为塞尔 而别有他名 以名之也 我们就称蚕 蚕之大 约两倍于甲蚕 他种性质 借于树下 结婉 蜘蛛相似 蜘蛛八族 该从亦有八族 不好意思 我没数过 蚕到底几族啊 是不是八族 然后又说 塞里斯人冬夏两季 各建砖舍 以树养之 虫 所吐之物 类于细丝 缠绕其足 这说得都差不多 再往下面就好玩了 仙荣祭 养之四年 祭我们知道 就是骨子 去了皮以后 就是小米 仙荣小米 或者骨子 养四年 至第五年 这种轻奴四肢 各位 此重 最好之食物也 虫之兽 及五年 虫是轻奴过量 血朵生裂 来死 其类 及丝也 虽然 鲍萨利亚斯的认识 比普林尼 更近了一步 终于知道了 丝和丛有关系 但对一些细节 仍然把握不起 以至于 多有妙误 比如说 虫之兽 仅有五年 实际上 中国人养残 分成五七 分五七 七传八传 传到西班去了 就成了五年 仙荣祭 养之四年 我不知道 残下吃小米吗 又说 虫是轻奴 过量 血朵生裂 是因为吃了个最好的东西 吃得太多了 肚子占开来了 肚子里面就是丝 类似这些细节的描写 都可以说是 幽默的滑稽 那么总结一下 西方人 对于中国的残思 有了明确的 而且真实的认识 还是要等到 公元六十几中叶 东罗马 环帝扎斯丁尼 通过非正产渠道 取得了中国的残种 并由此开创了 自己的 养残 这四叶以后 而自己种了 自己养了 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么西方有了 自己的私职业 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的养残烧丝 从此不再神秘 既然神秘的 关环去掉了 于是我们发现 从公元六十几以后 外国人称呼 中国为塞里斯的现象 越来越少 塞里斯国的称呼 已经成为了历史 那么我们上面 回顾了中国 被称为塞里斯国的 这段历史 通过这样的回顾 通过这样的苏理 通过这样的总结 我想会让我们 油然伸出一种自豪感 正是源于 不可思议的中国丝绸 和神秘 精美的 中国的残丝 那么为了标明 强调 残丝和丝绸的产地 所以古希腊人 称斯为塞尔 称中国为塞里斯 称中国人为塞里斯 那么古代罗马等国 对于中国的类似称呼 也都因此而产生 作为中国的他称 塞里斯 死用的时间 大概起自公元前五世纪 到公元六世纪 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地说 在这超过千年的漫长时间里 丝绸之路 把中国的丝 中国的丝绸 和塞里斯 这个伟大的称呼 传遍了世界各地 说到这里 我们要讨论的 域外对于中国的称谓 可以告一个段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将讨论几个 既是自称 又是他称的祖国的名称 比方说 汉和坛 知道今天国外 还有很多的坛人街吗 比方说 龙和斯 我们讲龙的传人 斯的国度 这并且中国人的称呼 也是域外的称呼 那么这几个称呼 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次再说 谢谢